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版社出版的叫环台潜旅 海洋生态潜水秘境的50plus 作者叫做塞门普利摩 他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潜水老师 潜水的大前辈 专门在世界各国寻找具有潜力的地点 然后写书 跟所有的朋友来分享 喜欢热爱潜水的朋友来分享 现在台湾被他介绍进去了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因为外国朋友不在台湾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请到台湾 也是非常专业的潜水教练 陈奇恩老师 陈奇恩教练 他是什么 他是台湾潜水的执行长 这是台湾最大的一个潜水单位 还有他也是共同的创办人 同时他也是环台潜旅团队的成员 自己也是台湾第一位 考到PATTY 白金级课程总监的教练 陈老师除了推广潜水活动以外 也致力于海洋环境保育的工作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请陈奇恩老师 陈奇恩教练 来替我们导读 导览这本书 环台潜旅 老师在我们现场 陈老师好 主持人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陈老师好 陈老师你顺便 也去自我介绍一下吧 我刚刚介绍我怕不够 就是说你是台湾潜水的执行长 还有共同创办人 也是环台潜旅的团队成员 我有漏了什么吗 还有PATTY 白金级教练的这个 白金级课程总监 你是第一人 我是简单来说 PADI是全世界最大的潜水组织 我现在的执政就是PADI的 白金课程总监 简单来说 全世界只有70个 只有五个会讲中文 全世界只有70个这种人 我是全世界第一个会讲台语的 真的吗 台湾有几位 台湾 台湾目前只有我一位 这这么难考哦 因为他算是全世界的人去评选 对于整个潜水教育里面 最杰出的潜水教练 所以我等于是我培养了400多个潜水教练 例如台湾大概有两到三成的教练都是我培养出来的 那我们我去年出来教练很多都在全世界工作 所以我在潜水业界已经呆了蛮多的已经呆了蛮长的一段时间 是哦 哦考这个很难吗老师 要素德兼修啦 我跟你说 要成为潜水员不难 要成为潜水教练难度高一点点 要成为课程总监 那就等于是潜水界比较重要的那个关键的人物 课程总监等于是教练的教练了 没错他就是教练的教练 教练的教练 你专门培养教练的人 就是你还要 哇那你每天都在跟海洋生存哦 海洋一起共处 我记得我从小到我爸也是做海事工程的 所以我等于我一懂事之后就跟着我爸到海边 嗯 喝海啊 然后逃海人嘛 哦这另一种逃海法 嗯 对没错是另外一种方式 所以从小就耳濡目染到现在这样子 嗯 因为我有认识几个这个潜水工程的人啊 哇那身体就好黑好黑哦 跟黑炭一样哦 然后他们他们做的这种工程 他说有很多的这个外国人都不敢做 可是他们他们就跟海洋拼搏 你知道吗 哇那个真的是 嗯 对 为了生活而下海 你讲这样子哦 就好好心酸哦 所以 所以 所以令尊是做这个了 但是你做的是潜水教练 我说的是修潜潜水 我是带人家下海的 下海是为了去打到沉船 打到飞机 海底电缆 虽然一样叫做潜水 他们两个不同的世界 是 他们那种有风险 对风险性很高 哦非常非常高 因为我听我认识的 他们有时候要下去绑什么东西 然后要做爆破有什么 因为工程嘛 对不对 没错 电汉啊 对对 电汉 嘿嘿 等等都有 嘿嘿嘿嘿 哦 那个真的是真的是 每次回来 他们出一趟任务回来 我说 哦又晒黑了 哦那个真黑 可在水里面那么深 怎么会晒那么黑哦 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时间 还是在岸上 需要去准备一些工作啊 然后不管是 就是你带客人 你也要在岸上 做一些检介 检报 并且教育客人一些 水下会用到的姿势 那你当然在岸上的时间 也是相对多的 哦 OK 好 我们就回来介绍 商周初的这本书 环台前旅 这本书的作者叫 塞门普利摩 老师 这个人有多厉害 滑糕啊 那时候我 我刚好去上了一个课程 我遇到了一个老师 是朱平老师 是 他就问我说 齐恩 你想不想要 让世界看到台湾 我说我当然想啊 是 他说我有一个朋友 他在做潜水教练 他们常常在 研究这些相关的 一些活动 是 也在帮国外出了很多 我就去研究这个人 哦 菲利宾 泰国 马来西亚 都有邀请 他去帮他们国家 写一本专门的潜水书 我就当下就觉得 哇 我一定要邀请他来到台湾 他是一个能够让世界看到台湾的关键人物 所以我很幸运的 我们就真的邀请他来到了台湾 是哦 是你们邀的哦 对 是哦 就是你们用什么单位名义邀他来的 台湾潜水 我们用台湾潜水 对 然后 那个刚刚讲的朱平老师 他们有一个叫联谊人基金会 所以等于是我们台湾潜水跟联谊人基金会 一起去邀请他 整个活动 来到台湾的活动 所有的活动的行程跟安排 都是我们去帮他策划 陈老师你说的朱平老师 是那个阿菲达的朱平哦 没错 对不对 对对对 嗯 OK 我都对环境生态都是非常有这个 非常有高 非常照顾我们 对对 非常对整个台湾的创业 以及环境都非常在意的 因为大 因为我觉得创业者 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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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好 老师那我请问你啊 像介绍台湾的潜水环境 你们这些专业的教练 就已经可以写书了 为什么这个Simon Philip 普利摩他跟别人不一样在哪里 我觉得我们在台湾遇到一件事情 我们很习惯用台湾人的角度 去困台湾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我们 如果我们今天要把台湾 推到世界的市场 我们应该从世界的角度来看 台湾到底拥有了什么样的特质 举例来这个整个活动的过程 一件小故事 好 那时候 这个作者他想要 他想要把东北角跟曹靖 写到整个计划里面 今天你就想 我横吃就比较好啊 我立脚就比较好啊 为什么要去东北角跟曹靖那边的能见度 东北角我知道 你说曹靖是哪里的 曹靖在基隆一个曹靖保护区 曹靖保护区 他说那个地方 他觉得应该要被写进 我心里在想说 那个地方能见度就没有很好 毕竟北部风浪有时候比较大一点 对 你就觉得心里面有问号 你到底懂不懂啊 你这个外国人 后来他跟我讲一件事情 台湾没有很多一般的旅客 但台湾有一种客人很多 叫做商务旅客 以及会议旅客 对对对 就是会来到台北开会 会来到台北参加展览 或者是一些研习的 他没有很多时间去到 没办法到屏东 但他只有一两天的时间 去到东北角或曹靖 我才发现到 作者他真的有去研究台湾 以及台湾到底是怎么样的旅客居多 我觉得应该要 内容要有哪些东西 向世界介绍 有道理 才发现我们就是台湾聪纳 我们就用台湾的角度去看事情 有道理 跟外国人他看的是 你整个台湾这个商品 你拥有什么样的优势 那之后他真的讲之后我才 真的 你才恍然大悟 来玩玩的啦 哪知道他是真的有用心去规划 人家是专家 到底要什么样的要素 他真的有写书的规划跟计划 不是说我白来下下的 是真的是站在推广台湾 从把台湾推到世界的角度 来规划他的出书计划 对不对 对这是第一件事情 他让我认识到了 怎么从世界的角度来看台湾 很专业 对龙头 而且他的资历也够深 我觉得他来写这本书 对台湾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所以就让你非常佩服了 光这一个小故事 这只是第一件故事而已 那你再讲一个故事 来你再来说 好好听 第二件我遇到的就是 我们第一站就去到东北角 你陪同他 我一整路都我们就跟着一起 我们的团队都跟着他一起 是哦 包含了拍照 包含了摄影 包含了翻译 包含了我们潜水教练 全部都是我们全体去安排 只是因为潜水跟你到了某一个地方 虽然你很会潜水 可是你并不懂这边的路线 对你还是要在地的导览员嘛 这是我们在地的导游 住着跟你介绍这边漂亮的地方在哪里 但是由你的眼睛去看 由你的嘴巴去讲出来 由你的手去写出来 可是老师老师 导游归导游 可是下了水里 到了海里面 又是要由你们这些人来导游了 我们就是导游 对对对 然后第二三文就来到了恒春 到恒春之后呢 作者就跟我说 齐恩 台湾这本书里面不能只写潜水 我突然觉得 我就一个潜水教练 我帮你规划新程 当然就是潜水啊 他跟我说 如果你只写潜水 你怎么跟菲律宾竞争 你怎么跟帛琉竞争 台湾一定有除了潜水更好的旅游元素 我那时候才恍然淡悟 潜水 我一直很骄傲 我是做潜水教练 但是在他们来看 潜水对外国人来讲 它这是一种旅游 我不能只浇潜水 我必须包含的住宿 包含的吃饭 包含的交通 包含的岸上 我都帮客人规划 完整的 所以我们在这本书里面 我们就加入了美食 台湾的食物 一定是在世界 有一个很特别的位置 是猪奶茶 我们的生态旅游 我们带他去到社区 带到部落 去看蝴蝶 去看昆虫 去看我们米食的文化 去带他去这安骨粿 带他去拜拜 可是老师 陈教练 可是这些东西 可能是你本来也不懂的 你过去只专注在潜水啊 我完全不懂 所以我赶快去找我的好朋友们 就是在地的朋友 跟他说 哪边有适合的老师 适合的在地导游 我赶快去跟人家合作 叫他们出来带 当然 所以这件事情也改变了 我们公司非常重要 因为我原本有在去做潜水 其实在外国人来看 我应该是在做一个海洋旅游 我应该提供更多的元素给我的消费者 有道理 这件事情改变了我非常多 我原本都是很狭隘的看 阿伯的潜水啦 其他事情我都不管 可是后来我放大整个 我的观念 我把我的格局放大 原来我是在做一个旅游 还应该是关心每一个消费者 来到这里的每一个节点 每一个环节 他吃的好不好 玩的好不好 创造一个很特别的台湾体验 创造一个很特别的恒春体验 这件事情改变了我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这是第二件让我觉得 整个打到我了 发现他不只是在教我写一本潜水书 而是在教我台湾的海洋旅游 到底应该怎么做 好棒喔 我们进一段广告带回来 我们继续请陈教练跟我们讲 从环台潜旅这本书 他得到了启发 还有收获 最重要的是台湾的潜水 到底应该怎么玩 待会回来 来我们继续跟专业的潜水教练 同时他也是台湾第一个拿到PATTY 就是国际潜水教练认证 白金课程总监的陈启仁教练 我们为什么跟他连线 因为我们要请他来介绍 上周出版的一本新书 叫环台潜旅 海洋生态潜水秘境50plus 环台潜旅 刚刚陈教练跟我们讲 过去陈教练自己专业 在潜水上面 从事的是潜水的传授 教人家怎么潜水 也带人家去潜水 但是请到了这个Simon Plimo先生 来台湾以后 从他身上 他得到了更多的启发 然后把自己的视野视角更开拓 他认为不是那么狭隘的 只是到水里面去找好玩的 应该从消费者的角度 从旅客的角度出发 去把整个所谓的潜水旅游体验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 每一个部分包括吃 包括住 包括交通的安排等等 全部串联一起 打造一个从供应链的角度 打造一个完整的体验 他觉得他在从事的是一个海洋旅游的工程 海洋旅游的分享与推动 这件事情给了陈教练很大的启发 刚刚他前面讲了两个故事 我们听了心有戚戚烟 陈老师那还有什么东西你觉得 从这个Simon Plimo先生身上得到的一些启发或经验 我们第二站就来到了横村 他教会了我应该用海洋旅游的角度去看事情 第三站我们就去到了兰宇 兰宇 兰宇就是一个大山大景 非常漂亮的地方 然后保有最原始台湾的样子 我建议听众 如果你没有去过兰宇的 赶快再规划你的明年的兰宇行程 一生必去 兰宇应该是每一个台湾人都应该要去亲眼看看的地方 那去到兰宇 一定要会潜水吗 不用 我觉得兰宇 我今年跟去年很常带小朋友去兰宇 我小朋友才三岁而已 真的假的 我们就带他去浮潜 然后再岸上 我就觉得整个兰宇就会让我有那种时间停下来的感觉 我们正来说好 我们现在都会感觉到时间这样滴答滴答滴答 我到了兰宇感觉到时间是这样滴答滴答滴答 就没了 我根本不在乎现在是几点 我肚子饿了就去吃饭 我想玩水就去玩水 我想睡觉就旁边找一个路边的发呆井就去睡觉了 所以兰宇会让你觉得时间感是不重要的 不像我们现在人 现在是十一点半 现在是十二点 根本在一时间的规划压力很大 老师那你到兰宇玩有个前提 你要把手机先丢掉 暂时丢掉一边 要不然你一大堆电话来 你还是没有办法 兰宇收信不太好 所以你也接不到电话 对了 一个是暂时摆脱红尘俗事 第二个就是 第二个就是沉浸室要跟在地做连结 第三我觉得很重要去兰宇要尊重当地的住民 对不对 没错 我觉得每到一个地方我们要尊重他当地的文化 不要说人家的房子就随便给他跑进去 真的 这个都是不合理的事情 不该剪的东西不要剪 去到那里作者跟我讲了一件事情 那这件事情其实跟在恒春中讲的是蛮像的 但是让我有更不一样的想法 我就问他说那你觉得台湾哪里好 台湾哪里最好 台湾的优势跟优点跟缺点 他说台湾的缺点是没有人知道台湾 台湾的优点是没有人知道台湾 两个都一样 我们因为没有人知道我们 所以我们从国外来的旅客其实不算多 潜水的人都喜欢去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 台湾刚好就是符合大家都没有来过 秘境 如果台湾被介绍出来了 成为世界的潜水选择之一 大家说我没有去过台湾 原来台湾这么不错 那我就去台湾看看 而且我相信来到台湾的绝对不会后悔 因为台湾不只是海洋漂亮 我们的路上的景观也很独特 我们的美食 我们的人文 我们的治安 我觉得都是在全世界旅游里面的很棒的一个要角 他有把这种感觉写在他书里吗 有有有有 而且他这个书应该要出到英文版吧 有他有英文版 有英文版 2019年就出英文版了 全世界的第一本 用英文介绍台湾的书籍 的专业书籍 的潜水旅游 的潜水专业书籍 再来他就跟我讲说 我就说那你觉得我们 现在有没有机会去做潜水的旅客来到这里 你这样问他 对 就问完优缺点之后 他就跟我讲 他觉得台湾适合让潜水的人来 但只适合潜水背包客的人来 这是怎么要怎么说 怎么会这什么意思 对对潜水背包客就自由行了 对他说因为你来到这里旅客会 潜水跟你定住宿跟住宿的地 交通跟交通地 餐厅跟占经地 对好 他说这样一个旅程可能五天会要你两万五千块 嗯 但他说他们在巴黎岛或在国外不是这么晚的 你只要跟一个潜水店 对 或者中心定行程 我们包含了街机 整套的 整套的 餐店 潜水旅游 全部都包 那可能要五万块 那 那是好还是不好 他说 因为如果一般的旅客 你要将他分开定 他很容易定到不好的住宿体验 对 不好的餐厅体验 对 不好的潜水店的选择 对 但是如果有你同胞 你一定会帮他 整个行程都安排好 最适合的 他省去很多的选择时间 对 选择很多的做功课的时间 对 他唯一来享受就是整个台湾美好的海洋回忆 对 高阶的客人宁愿多花一辈的钱 也不愿意自己去摸索到底要怎么样来台湾玩 是 所以你必须要有接高阶旅客的能力啊 你不能只有接潜水背包客的能力啊 哦 这又给了你一个 又给了你一个启发 原来 我觉得我只做这个就好 嗯 这样只能接潜水背包客 嗯 很多客人其实他是愿意付更多的钱 嗯 请你帮他规划 嗯 整体的活动的 是 是 问题是我们没有这个能力 你怎么没这个能力 你最大耶 因为 因为我们没有做过这件事情 这有点像是饭店业跟旅行社应该要去规划的事情 没错啦 这是旅行社 买台湾团业专门在做国外人的 嗯 开始跟他们合作 嗯 嗯 也是因为 西门给我了这件事情 嗯 我应该要想办法帮客人想的更多做的更多做的更好串联起来对不对 没错 嗯 嗯 好 这是到了兰宇 兰宇 兰宇 哎 老师你顺便提一下了 兰宇跟恒春的差别潜水这件事情潜点差别在哪里 嗯 呃 如果我们以能能见 因为潜水最大就是水底的能见度 就是干净度了啊 就干净度 我们先以最差的来讲就是东北角 哎呦 真的这么差啊 大概就是五米到十米 就是五公尺到十公尺 哎那个是什么 那个是先天的吧 跟 当然后天人为也有关系了 呃 当然就是整个你先天海域的关系啦 人为 就是一些污水的排放 但我觉得那是找 主要你先天的环境就是这个样子 是是 对 能见度五米到十米 嗯 第二个就是恒春 恒春 恒春 大概十到十五米左右 也对你们这专业潜水的人来讲 我觉得不够 不够的 啊够 OK了 就是小琉球 小琉球 大概十五到二十米 哦 还算能见度还可以啊 对 嗯 再来就是绿岛 哦 三十米左右 哦 蓝宇 差一倍了 十米 蓝宇就是四十米起跳 哇哦 哇哦 哦 蓝宇是台湾能见度最好 有点像人家说玻璃水 哦 看起来就跟没有水一样的感觉 这样哦 你在水里面跟陆地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老师那那台湾的潜点只有这四大潜点了 五大潜点 东北脚 还有一个澎湖 澎湖 澎湖的能见度更差 大概是也跟东北脚一样 它的能见度 能见度 非常的好 哦 然后蓝宇都是大山大井的感觉 在里面水下 对吧 你在陆地上看到是山 水里面就是大井 嗯 因为岸上的东西会直接延伸到水里面 是 所以岸上的景观越独特 水里面景观也会延伸下去 所以在蓝宇泉水很像在山谷里面飞行的感觉 哇 这讲的好 嗯 而且它 它的水非常的深 而且能见度非常的好 所以我的客人去到那里会觉得 哇 好像来到了 呃 一座 那个 我们来到那个大峡谷里面的感觉 水里 海平面下的大峡谷 对不对 对 然后那个珊瑚满布 哦 嗯 我觉得蓝宇 而且它有几个潜点比较独特 一个就叫巴带湾沉船 哦 一个韩国级的岩木浴书船 一个水深30米 30米 大概就是12层楼左右 哎呦 然后一座大沉船在那里 然后那个沉船又非常巨大 能见度又很好 你可以一层个看到整个船体的样子 哦 有点神秘又有点叛血的感觉 哦 那个都没有被打捞起来 哈 没有 就是当做一个潜点 哦 哦 那是哪一年沉下去的哦 我这个我很忘记了 它会搁浅 在那里搁浅沉船 表示那个地方的水域有危险性哦 哦 对对 我觉得是时季节的风浪的问题 哦 OK 对不是说每天 那我们能够去潜水的季节一定都是相对 相对安全 那恒春呢 虽然它的水里面没有来你这么好 但是恒春是所有潜水点里面旅游资源最丰富的 哦 怎么说呢 怎么说 你如果你家人来 你爸爸要潜水 妈妈跟小孩不要潜水 他们可以待在饭店 哦 它有很多的活动 对 有林务局的 有国家公园的 对不对 对 所以恒春是整个旅游资源最丰富的地方 哦 而且交通也是最丰富 不用坐船就可以到了 OK OK 恒春的特色 嗯 对 嗯 观光资源最丰富的地方 是 是 那恒春的海面下的东西呢 哦 恒春这个地方呢 我觉得它是非常适合 适合体验潜水 这种新手没有潜过水的人 来潜似的 这叫体验潜水 因为它的岸边是慢慢 就是深度慢慢的缓下去 不会说一下子就很深这样子 嗯 嗯 对 然后它的水里面的珊瑚的种类 跟鱼群也是 跟那种小的东西非常的多 嗯 所以如果你是新手 你去到那里会被鱼群包围 哦 那就会很兴奋 哦 对不对 对 有鱼这样子 从你身上这样笼罩过来 那个震撼感会让你觉得 一辈子都非常非常难怪 可是老师 像你们这种专业潜水啊 看鱼好像不是重点 真正的潜水玩家 鱼不见得是重点 那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再进一段广告 待会儿回来啊 陈教练在跟我们讲 真正在专业的潜水课眼中 到了海平面下面 他们关注的是什么 他们看的是什么 他们看到了什么 会兴奋 会高兴 待会儿回来 来我们继续跟专业的潜水教练 陈启恩 陈教练聊 这个环台潜旅 海洋生态潜水秘境 50plus 桑州出版社的这本书 当然了 陈老师 陈教练跟我们讲了 原来啊 这个作者 Simon Simon Plimo 他有给了我们很多新的观念 新的这个海洋旅游的推广 和环境教育的观念 顺便我就在这个节目中 就顺便请教了陈老师 陈教练说 台湾有那么多的潜点 各自的潜点差异在哪里 陈老师 陈教练就跟我们讲 他说啊 其实最棒的 让时间忘记时间 让时间停止的地方 是在蓝宇 但是如果是观光旅游 综合型的资源 最丰富的地方 其实是在横春 对不对 老师这样讲 对不对 对 那我刚刚有个问题 我说 像新手到了海里面 看到了鱼群 鱼群来包围 哇那很兴奋 对不对 但是对于你们这些专业的 资深的这些潜水专家来讲 什么让你们高兴 你们看到什么 你们才会兴奋 才会觉得这是值得的 这一趟海平面下面的旅行 是丰盛的 是值得的 在你们的眼中 什么才是你们关心的 对我来讲 就是不用回头的潜水 就是一次很棒的潜水 就是我不用回头去看我的客人 就是一次很棒的潜水 那你既然讲到了 对我们来讲 怎么样是一次好的潜水 我觉得刚好这个问题 问到了一个点 因为我刚好介绍下一站 澎湖 刚刚有说了澎湖的建筑不太好 那澎湖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的潜水点 澎湖是台湾 说台湾里面 澎湖覆盖率最好的地方 以及渔群最丰富的地方 所以它有一个很棒的地方 叫做南方四岛 澎湖的南方 我原本去到澎湖 我想说去澎湖干嘛 能见度真的很差 但是后来我去到澎湖南方四岛 我整个打破了三关 原来澎湖绝对有成为国际潜点的能力 还有两个潜点 可是你刚刚前面不是讲说澎湖的能见度泡泡你啊 对 所以我要跟你讲 它虽然普普 但是它的渔群跟珊瑚实在是太强大了 虽然能见度不好 但是我可以接受 因为鱼太多了 还有两个潜点 我先讲第一个叫做薰衣草森林 那边有一整片的紫色的珊瑚 然后就像薰衣草一样 然后面积很大 你下到那里会觉得 哇这个颜色也太漂亮了 太美了 天然的 这个都是对我们的潜水人来讲 我没看过的东西 我就觉得很开心 很值得 第二个潜点 整个让我傻眼 我一上岸我就觉得 这个绝对可以成为国际潜点 它那个潜点叫做冬极之狼 有一个岛叫冬极岛 在它的旁边 为什么叫之狼呢 就是那个动物那个狼 为什么 因为它底下有一种鱼群 叫做缩鱼群 缩鱼 它有一千只在那里 哎哟 有没有危险 一跳下去之后 你就看到一千只的缩鱼 从潜水员身上游过去 那整个 整个当下我们整个潜水员都疯狂 一上到船上 每个都在狂叫 就是每个人都很开心 在讨论这件事情 它是美是吧 它是那个鱼群是美的还是怎样 很美然后又很震撼 你想象有一千只 说鱼有点像是 你讲秋刀鱼好了 大型的秋刀鱼 大概就知道它长的样子 每一只大概都有八十到一百公分左右 这么大哦 然后一千只 那你在里面 它整个鱼群过来撞到你 不是你就昏头转向了 它绝对会闪过你 但是那个震撼感 绝对是你在台湾没有体验过 或是你到国外都不一定可以体验到 所以一上来之后 我们每个潜水员都非常的 兴奋 然后想要跟人家分享 这个就是我们专业潜水员 就算我们 潜着几千只 我们看到还是会觉得很震撼的一个地方 所以这也是台湾的海洋资产 海洋资源的 对啊 我就觉得这个潜点 就算你到世界各地 你到马尔地夫 你到泰国 我跳下去开到这个东西 我还是觉得很兴奋 更何况它在台湾 老师 你讲到这个鱼 我有一个经验 我在马尔地夫潜水 我是很安分的 可是跟我一起的一个同业 我们去采访 他看到漂亮的鱼 他就伸手去想去摸它 你知道吗 结果那个鱼的旗 还是尾巴 像刀片一样立 整个手就化开 马上海上就一片鲜血 上来啊 还没地方缝啊 我就把我的云南蛮药 给它整个倒下去 你知道吗 才让伤口止血 所以这个鱼啊 我们看就好 不要去碰它 对不对 鱼它会有一个倒刺 那个倒刺 我们有一种鱼 我们就称它为外科医生 像刀一样 它就像手术刀 你一过去就化你一刀了 而且马上 马上皮开肉战 就跟手术刀一样的锋利 所以我后来就在想 像你们专业潜水员下海 是不是一定要戴厚厚的手套 其实在国外很多潜水店 是要求你不能戴手套的 阿拉公 为什么 因为你戴手套 你就会想要乱摸 因为我戴手套 我可以去抓你 我可以去摸你 我可以去干嘛 但你没戴手套 你就不敢 反而是用这个方法 你会受伤啊 对 所以你不去摸它 你不去主动的去touch它 基本上你是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OK OK 它不会故意来抓你 它其实更怕你 真的啊 鱼不会靠过来 绝对不会 绝对不会 是哦 因为它们有它们的雷达 你对它是没有兴趣的 像老师刚刚讲 那个澎湖海面下两个地方 那个地方是要 是要什么样的潜水能力程度的人 才能看到 还是我们这种普通公的 也可以 薰衣草森林 是连浮潜的人都可以去看 因为它就是一个蛮安全 而且又很具代表性的一个景点 所以不管是初学者老手都会想去体验 跟观看的一个潜点 那如果是我刚讲的东极之狼 因为它的深度跟它的水流的速度 都稍微比较强劲一点 所以要求要有经验的潜水员才可以去参加 哦那那那就是专业了 专业潜水才能 你刚刚说专业潜水员在看什么 我觉得那个潜点就是连专业的潜水员 就连我一上来都是惊讶的 哦好 这是澎湖之美 对不对 澎湖的海底之美 过来绿岛 老师还没讲绿岛了 我们下一站去到了小琉球 小琉球来 对 小琉球是 你每次去都一定可以看到海归的地方 哦 哎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有海归 要到小琉球才有海归哦 小琉球整岛大概有八九百只的海归 哎海归之岛 十次看到九次非常的多啊 哦 而且你如果没看到那一次 你要看你跟谁去 可能它的人品有问题 才会造成看到 正常人品的人 哦 正常人一定都看得到 因为那个人有问题 你们这些哦 你们这些 这是你们在那边亏人家的 对不对 你们这潜水界在互相亏人家 一定用这个来亏啊 是不是 啊就是你人品没得好 才也看不到海归 不是我的意思是 那那是 里面很多只海归 还是就是会碰到一两只 很多哦 它有八九百只 所以你每一次下沉 你可能不是看到一只 你可能看到五六只都有可能 哎一只大海归 那海归生命很长嘛 海归又很大 对不对 所以小琉球 它有特别就是 它的海归非常的多 所以一般的游客去到那里 会觉得哇 潜水真的太大 我可以看到海归 这么近距离的接触 嗯 再来就是小琉球 它只要坐15分钟的船 就可以到了 哦 它就会有让你有 整个海岛度假的感觉 那它这个 这船型的途中 会不会晃啊 因为有的人对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我是不会啊 有可是有人 船是基本上一定会晃的 但因为它的船程 很短 才15分钟 你可能上去连一个面包 一杯饮料 都还没喝完 它就到了 哦 就到就可以开始 潜水了 所以你刚刚开始准备 准备要晕的时候 就到了 哦 就可以下水了 时间太短了 所以你根本不会有 晕船的这个可能性 哦 那那个地方浮潜 我那么多也喜欢去小琉球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哦 方便 方便 哦 而且 路途短 这个景观会觉得 哇 我好像来到国外度假的感觉 啊 老师 你你你你 你对不是说 小琉球的 呃 能见度较差啊 哦 看有15到20 有15到20 对对对 OK 然后就以海龜为主要的 这个美景 对不对 生态景观 哦 那小琉球周边的这个 这个美食也不错 对不对 哦 当然小琉球就是有一些那个 小琉球 第一个就是 大家喜欢去吃海鲜嘛 东港那边就是海鲜最多 对哦 然后小琉球那个 他们在地人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地人 会流行吃麻花卷 不知道咧哦 麻花卷 他们有一种 类似 呃 炸的 油条的东西 对 但是他卷了一下麻花 然后然后外面就是糖衣 对然后那边喜欢吃那个 香肠 哦 香肠 香肠不是小琉球 香肠不是小琉球的特产 香肠是全台湾到处都喜欢吧 但小琉球的香肠是特别有名的 哦 怎么说 你吃起来什么感觉 那么多香肠 对我不觉得是特别 但是就是那边的特产就是香肠跟麻花卷 去到那里的人都会买的一个一个商品就对了 嗯 这是小琉球 过来 嘿 过来 最后一站 嗯 就要去到了绿岛 绿岛 绿岛 是曾经站上世界前十大潜点的一个景点 世界哦 不是亚洲哦 世界哦 所以为什么很多外国人来到台湾是因为他想去绿岛潜水 哦 他可能就是在世界哦 我我我看到哦 前十大潜点我想要把它收集起来哦 让他来到了绿岛 是 这为什么绿岛可以有能力成为世界前十大的潜点 第一个他能见度很好哦 哦 山湖覆盖率很高 哦 山湖 鱼群也很丰富 嗯 再来是他整个呃 呃 岛上的泉水电的设置民宿的设置 已经有符合可以迎接国外旅客的那个基本要求在那里 条件有了 所以坐船只要40到50分钟哦 不会说像蓝宇要做两个小时 你我们就从台东出发嘛对不对 对从台东出发 哦 OK 所以他具备了整个海洋旅游应该要有的元素 他现在上面的住宿住宿条件够了哦 呃 民宿也越来越多了哦 哦 你要你要高价的民宿要中价的基本上你都可以找到 绿岛没有 女的需求 绿岛没有大饭店吗哦 没有嘛哦 没有很大型的饭店 哦 没有那种五星级的倒是没有对 嘿嘿嘿 都是民宿了哦 都是民宿啊 有有旅馆 那旅馆我看也才不过四五十间房间那一种等级的哦 有旅馆了哦 OK 对对对 但不是说真的像我们那种五星级的旅馆大概就二三星级那种而已 我知道 然后我知道绿岛有这个五星级的露营地 露营地 有露营地 这老师就没有注意了哦 我真的没有注意耶 有五星级的露营地 对 绿岛上面有 就是所谓的五星级露营地就是说就是说他呃地势啊然后周边的环境就排水啊排泄啊烹调料理啊他整个规划的相当的完整 了解了解对所以那也是一种这个选择对可以完整的度假体验就是说像老外很多嘛老外有喜欢露营的有没有甚至开露营车的对不对我相信现在很多人都喜欢那种户外outdoor的那种感觉对所以绿岛是有五星级的露营地的这个地方是少见的好讲回来老师在你眼中绿岛还有什么特色 绿岛有几个我觉得非常棒的而且绿岛我觉得我必须说台中县政府在整个绿岛的规划上非常的用心用心他们有潜水专用的步道因为我们潜水如果从岸边走下去你会踩着珊瑚礁走下海那不行不好走绿岛是有走专门一个步道然后让你走到海里面的哦真的啊 你就不会伤害到这些旁边的三胡椒你可以钻走那一条步道就好了对我想起来绿岛还有温泉对不对对有一些海底的温泉对而且绿岛还有海里面有一个油桶 海里有一个潜点叫石浪啊台中县政府有在水里面放个油桶可以继续民宿里面买明信片然后从油桶寄出去 哎不断掉哦哎那个防舍的明信片是哦好有意思哦他们称为来自太平洋的祝福哎这很有意思哦哦就油猜会潜到水里面去搜那个明信片 你你有看过油猜吗你有真的看过你教练呢去帮忙去去帮忙收的啊哦那个那个油桶真的是油政总局所设立的真的哦好有意思好有创意哦我觉得我觉得这个就是官方跟整个生态跟生意可以找到一个很棒的平衡点因为很多游客本来不想潜水的可是因为想说哎我可以去投明信片好特别哦好独特那我要去潜水然后去投明信片对而且回来可以跟 朋友炫耀哎我这个在你要你要注意哦从太平洋来的祝福哦我在海平面底下多少米里面寄出来的呢哦没错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整个政府帮整个观光所做的一些硬体的设施有协助到在地这两个地方我是觉得台湾几个潜点绿岛算是在观光上面做的非常非常好很成功的很成功的很成功的那他那边的潜点我觉得有几个潜点都有国际的等级 比如说有一个老师等一下我们再进一段广告带回来老师再跟我们来讲说绿岛曾经是十大世界十大潜点在老师的眼中老师待会给我们回来推荐有几个特色潜点带回来嗯 来我们继续跟专业的潜水教练陈启仁陈老师因为陈老师是台湾第一位考到patty白金课程总监的人全台湾呢大概只有五六位这样子的老师那今天跟老师连线主要是来介绍环台潜旅这本书这本书的作者赛门普利摩 他是一个专专业的潜水知名的前辈他通常帮世界各国在推广这个潜点就厉害的潜水去处经过他的笔下可以让更多国际的游客认识到世界知名的潜点台湾因为他出了这本书可以让更多的国际国际旅人热爱潜水的朋友认识到台湾那所以特别 也请陈老师陈教练来介绍台湾的潜点同时也顺便提到这本书上个阶段老师就提到了绿岛他也有绿岛的特色然后绿岛曾经是现在是不是世界十大潜点了老师绿岛现在不是世界十大潜点已经不是了对但是我觉得是因为每年评比都会更换或许明年又回到了重新的排行榜OKOK好老师刚刚有 讲说绿岛有几个特别的地方您说一下绿岛我觉得它有几个潜点非常的棒比如说刚时朗的步道走出去它有一个潜点叫做大香菇大香菇它是一个1000年以上的团块珊瑚所以它非常的巨大大概是在台湾没有这么大型的珊瑚在国外我都很少见到所以很多的潜水员会刻意去看这一个大型的 同一个珊瑚礁体系的大香菇那要绕场一周啦对非常的壮观就对拍照起来非常的独特第二个潜点我觉得是鸡仔礁它长的那个整个礁石样子很像一个公鸡然后鸡头好像那个台东的太马里我们有的会叫它太马里鸡 然后它长边有一个礁石很像是鸡鱼张开嘴巴的样子所以我们叫它鸡鱼嘴鸡仔礁跟鸡鱼嘴呢它是整个鸡头延伸到它的鸡尾巴这里满片都是海上 海边 珊瑚海上就是很像海里面的海树 海边就像盆子一样就表示这里的水流非常的巨大很多的营养的东西会在这里所以那边的景观很像是海里面的森林 哦 OK OK 所以绿岛的一些潜点我觉得就是让你看起来非常的壮观它还有一个潜点叫做钢铁礁它是人工投放的礁石像用钢铁搭起来的一个房子它底下住着非常多的四箭笛雕 所以它叫章鱼 二十板鸡屯 燕鱼就好像水里面的动物园你到那里都看得到因为那种人工人造的礁石都会投放在一整片沙地所以那有点像是沙地上面的绿洲它是刻意它是刻意投放然后让那个地方形成一个特殊的生态环境对不对对人工鱼礁也是政府投放的也是政府投放的 哦 成功的案例 OK OK好 经过老师的介绍这个台湾的六大潜点哎老师就台湾就这六个地方没有别的了哦没有秘境哦 当然也有其他的但我觉得跟你先把这六个收集好再去其他的因为其他的我觉得不 这真的不太适合一般人的潜水环境哦真的啊真的哦这六个是最棒的是哦是哦老师那我们最后讲回来那这本书哦跟一般的潜水书有什么不一样环台潜旅嗯嗯这本书但台湾本来就没有太多在介绍整个潜水或者是潜水环境的书是哦这一本又是由外国人的角度来去看这件事情 啊我觉得作者他非常用心的去研究整个台湾整个潜水的整个地方的一些历史嗯把一些故事写进去把一些文化写进去嗯但更用他外国人的角度怎么前点应该具备什么东西把这个部分都在这本书呈现我觉得连我自己看我就觉得哇你怎么可以写出连我都不知道的一些事情怎么会呢他不是都是你带他们去的吗 对但是他会用外国人的角度去看整体的观察这或许是打破我三观的一些观察也不一定嗯哦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是外国人来看可以认识台湾嗯台湾人来看可以知道原来台湾有那么多自己都不了解的事情哦所以所以还是很厉害就是非常非常厉害连你都被启发了哦我自己都买50本了真的啊 哎你自己怎么不出书啊我也要出了要出了要出了哦这个快写完了哈哈哈台湾最适合呃潜水的季节是什么时候顺便趁一点点时间我觉得是三月嗯到九月三月到九月嗯那对于一个完全对潜水没概念的人初学者你会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呢嗯怎么样进入潜水的世界嗯我有一个梦想是台湾人 都应该亲眼看看台湾的海哦所以总有一些潜点是适合初学者比如说小琉球嗯恒春嗯绿岛嗯所以这些潜点你只要去不管是用浮潜还是你用水废潜水其实只要能够看到台湾的海嗯都是很棒的这种方式台湾的山很美你会去爬山嗯台湾的海很美你怎么不用亲眼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看呢有道理而且台湾我们一直在说 我们是一个海洋国家对不对对被海围绕着然后过去是因为受到国安的限制对不对大家清水活动不热门但是现在应该都解放了大家应该还打开了打开了应该用更开阔的心胸更更开阔的视野去认识自己的环境对不对嗯台湾的海打开了但台湾人的心还没有打开嗯 所以只要你愿意其实这些潜点绝对不会这么的恐怖而且你参加专业的潜水队跟教练的带领嗯绝对可以让你有一个很棒很棒的海洋回忆嗯让你找回属于台湾人的骄傲海洋骄傲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开始呢就是说对于我们现在好我经过老师的激励我现在决定尝试开始每一年花一点时间去学习潜水我要怎么开始啊嗯第一个嗯找出你的假期 OK第二个上网去搜寻你要去的那些地方有没有专业的潜水店家嗯其实去询问他们就可以找到最适合你的方式如果很紧张先从浮潜开始嗯觉得想挑战一点从潜水开始可以潜到水里面所以这两种活动都适合一般的没有经验的人来尝试有没有什么样的人身体条件不适合潜水其实潜水店都会给你一个表格叫做健康声明书 上面会有一些高血压心脏病嗯有人不能参加但你可以去询问你的家庭医生哦到底你可不可以从事潜水相关的活动但如果你没有特殊的疾病其实大部分都是可以参加人人都可以的啦哦人人都可以人人都可以我都会讲这样什么人可以潜水只要你有在呼吸的人都可以哈哈哈哈所以各位听众如果你有在呼吸我觉得潜水对你来讲都是可以尝试哎老师我心里面有一个有一个疑问啊 就潜水花费会不会很多啊一般的浮潜四到六百块啊一般的潜水两千到两千五百块OK曾经对一般的人来讲并不是很大吃一顿大餐也不止这个好对不对啊对对对好今天我们非常谢谢啊陈启恩陈老师啊专业潜水教练的花了时间来介绍这本书环台潜旅上周出版的同时也透过陈教练陈老师 谢谢老师的这个专专业的解说啊让我们认识对台湾的六大潜点有了初步的认识当然了最重要的你开始要学习认识你的环境认识台湾海洋国家这个国家你必须花时间去尝试看看找到一个专业的老师来教你潜水当然了要认识台湾的潜点这本书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指南我们今天谢谢陈老师陈教练谢谢你的时间宝贵时间谢谢老师嗯拜拜 拜拜拜拜